歡迎觀看《真觀點》 我是真飛 這兩天中國房價正在瘋狂下跌的消息幾乎充斥全網 貴陽樓市原價90萬的樓盤跌到56萬 合肥去年85萬的樓房現在只要44萬 出血大甩賣 快來買啊 是不是中國房價將很快跌回到20年前呢? 想像很美好 但現實恐怕很骨感 上期節目我們分析了過去20年 中國房地產市場是怎麼被推向頂峰的 錯過的朋友建議去看哦 順便補充一句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話 我們從這一期開始就開始關注中國經濟的話題了 現在已經是第三集了 之所以要花這麼多時間 只要是想給大家一個深刻並盡可能全面的感受 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來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繁榮是怎麼來的 給未來又留下了哪些不易察覺但危險至極的風險 這個我們主要是關注房地產行業 二來 是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中 政府究竟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第三 是從眼下中國所處的經濟環境 看當局最近的政策 比如之前一系列的監管風暴 以及未來當局可能的政策方向和對百姓的影響 如果你也很感興趣這些話題 就不如來一波關注吧 訂閱打開小鈴鐺 順便也給我點個贊吧 感謝啦 最近中國政府密集調控房地產市場 我們怎麼從眼花撩亂的政策腦中 看出當局的意圖和方向呢 過去20年 中國房市瘋漲 一方面是政府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力推動 比如中央在08年次貸危機後的萬億救市 大量資金注入房市 同時還出台了一系列調控政策 方寬信貸等等 又比如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的供養 偏愛推動地價的上漲 另一個方面是來自民間的流動性資金 國家瘋狂印鈔 民間的保值意識就異常的強烈 而在實體業日漸萎靡的情況下 又沒有其他可靠的投資選擇了 比如買P2P買理財是盯上了它的利息 可是它盯上了你的本金 那買股票嘛 不穩定性就更大了 還充斥著數據造假以及各種美化 別人出劣品 你出高價啊 投資海外限制又多 門檻也高 所以對於房產是上下一拍即合 大批民眾響應了時代號召 先後湧入房地產市場 結果就是政府和民間這兩股力量 推動房價一路飆升 房市自然也成了積蓄著巨額資金的蓄水池了 可是我們都知道所謂的巨額資金 其實是海量的債務 這麼多年的發展 難道債務是一夜之間爆發的嗎 當然不是 過去5年間 中共就已經在開始調控房市 還注意金融風險了 可是儘管如此 房市的火熱 還是讓無數企業家趨之若霧 2014年就出現過房企倒閉潮 當年2000多家破產 但是18年 新登記註冊成為房企的 還有將近10萬家 19年也是官方口中中小房企最危險的一年 500多家破產了 而這些中小房企破產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官方對融資的收緊 借債渠道的限制 這樣那些中小型的房企就會出現難以借債 償債 導致資金鏈斷裂的情況 所以在這些年中 官方的調控 對房價的漲勢意志的效果倒不咋地 但是淘汰了一大批中小企業 又拿恆大來說了 恆大無疑就是經歷了這些年殘酷洗牌之後 還依然留下來的又大又強的房企了 這是從企業的角度來說 那大房企有實力熬過監管的洗牌 那麼反過來 從政府的角度來說的話 既然5年前就已經在收緊信貸了 他能不知道房市中的債務危機嗎? 肯定知道 那也就是說 當時繁榮的地場經濟 其實已經有了問題了 經濟繁榮無非就是兩種 一種大家都賺錢 經濟很健康 這種是真繁榮 另外一種就是表面還是繁榮 但形勢已然沒有那麼好 對應在地產上就是債務越積越多了 可是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大動脈 從另連房產銷售對中國GDP的貢獻圖可以看出 從09年政府啟動4萬億次計之後 房市就在GDP中佔比越來越重 特別是從15年之後更是迅速攀升 這也說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其實已經在越來越依賴於房市了 所以房市的繁榮不可棄 而債務又重 那怎麼辦呢? 出台調控政策 割了中小企業的韭菜線 再把水和肥料集中去澆灌給大企業 就是類似恆大這樣的大企業了 那麼如此一來 只要大房企還在開發和建造 房市的經濟就還能繼續繁榮 房價的漲勢也就更能底氣十足 但是這種做法其實避開了核心隱患 看中了表面的繁榮 是用問題去解決問題的做法 往往很多時候這樣的解決會更加的省力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數就越來越大 問題也隨之越來越大 另外一個方面 數越是大 就越不敢任何倒下了 要水給水 要肥給肥 另一方面 數越是大 對水肥的渴求就越是厲害 更多的水肥集中到了大樹身上 那中小企業就越發的奄奄一息 而那些倒閉的無數中小企業 其實是承載著絕大多數就業的重要板塊 如果中小企業越來越多活不下去了 大企業的倒閉也是遲早的事情 那麼也就來到今天恆大 華夏幸福等 這類大房企債務產生遙遙遇墜的局面了 所以從這部分我們可以看出 房地產經濟的隱患其實早就埋下 並且暴露出來了 但是卻一直被掩蓋著 你想想 如果這20年政府不以調控 收緊融資和信貸 淘汰一大批中小型房企的話 那麼今天房市的債務危機 可能遠不止於此 而當局這麼多年的調控 其實就已經是在調節房產的泡沫了 出於厲害考慮 政府既不能讓泡沫破掉 也不能讓泡沫再漲大 那麼就需要管控經濟 就好比跳樓求生 這樓層越高 風險暫時越大 這些年政府的調控就是在慢慢放棄讓泡沫縮小 讓房市牽扯的利益各方從之前的100層樓 慢慢往下挪 越往下 風險就越小 而在這個過程中 中小型企業就被一波接一波 無情的拍死在了沙灘上 而相對大企業還能活得久一點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延續中國美好 繁榮 強勁的經濟面貌 而現在 大房企也走到了和當年中小企業一樣的命運 房企的危機應該是和房價的高低緊緊綁在一起的吧 沒理由房價大漲的時候 房企還會經營困難吧 所以房企的困難是很自然的會讓人聯想到房市不行了 那麼是不是就意味著房價要跌呢 我覺得短時期會有 但長期看並不會 因為政府不會讓它跌倒 為什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當局對房市的調控方向以及原因 首先 房地產行業在中國經濟中的角色 已經向恆大大倒倒不得的地步了 根據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所說 目前在中國 房地產帶動的相關投資 佔固定資產投資的3分以上 居民財富里房市 股市 債市加起來 房地產大約佔了70%以上 還有 銀行對房地產領域的貸款 佔整個銀行貸款比重的將近40% 這些數據很明顯的說明了 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有多大多重要 那麼這麼重要的板塊能說倒就倒嗎 除此之外 房地產能否存續 在中國早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了 而是個政治問題了 為什麼呢 就拿房地產涉及到的三方人馬來說吧 第一 是依靠土地出讓來支撐的地方政府 現在土地已經是地方政府增加財源的主要渠道了 地方對房價的壓制是沒有動力可言的 而且地方通過出讓土地更是收穫了意想不到的財富 上期節目我們說中國普通百姓這些年 在上漲的房價中賺了一些錢 但是就算對炒房投機者來說賺的 可以說都是地產經濟當中的九牛一毛 地產為誰在創造最大的價值呢 就是特權階層 比如地方政府 我們都知道 房地產開發商要拿到土地 就必須依靠政府來批地 那地產商能從地方政府拿到土地 這背後毫無疑問是存在著各種潛規則交易的 比較典型的就是開發商為了和地方政府打通關係 就會以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要價送新房給地方政府和他們的家屬 這種遠低於市場價的特權階層特供房會低到什麼程度呢 任志強在很多年前就爆料 這個價格最低可以低到市場價格的1.25 也就是說如果是100萬的返產 那麼就只需要4萬塊 除了地方 中央官員更是如此了 那可能就不是白菜價賣了 是直接送了 比如在北京政府05年到09年的 商品房住宅建設用地計劃中 指標是7000多公頃 但實際上真正對外公開銷售的 只佔到全部土地供應的28%左右 這剩下的72% 大部分都是被中央政府內部消化了 任志強曾經還說過大陸房產70%的利潤都被當局拿走了 這樣 地產經濟的繁榮誰收穫最大 我們都心知肚明了 老百姓所謂的炒房買房 也不過是在權貴大口吃肉之後 喝兩口殘湯順水而已 所以 從出讓土地的地方政府這一方來看 降低房價的動力幾乎是沒有的 而牽扯到房市的第二方 依靠銀行貸款支撐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他們短期打折銷售房產 以增加現金流來還債倒是可能的 比如像現在 但是長期來看 他們這樣的行為不會長久 因爲況且國家不准 比如 沈陽萬達推出特價樓盤之後 很快就被政府約談了 山東合則恆大的兩個樓盤 因降價 也被當地政府以不正當競爭為由給處罰了 湖南岳陽市政府還發布了全國首個房價限跌令等等 很多三四間城市在爆出房價下跌後 都是一律受到政府的干預 那為什麼國家幾乎一定會出手防止房價下跌過快過多呢 我們後面還會詳細說到的 再來說到第三方 買家 絕大部分的買家心理應該是既不希望房價漲 也不太願意房價跌的 不希望房價漲都好理解 那不希望跌又怎麼說呢 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有房的 那中國人的家庭財富70%都集中在了房地產 如果房價下跌 家庭財富就會嚴重的縮碎 還別說那些生富房貸的人了 比如說 我以2萬億平米買了一期開發的樓盤 那兩年之後 第二個盤開了 同樣的一個小區 可是因為開發商的資金出現了問題 可能跌價賣1.5萬一平米了 後面的再賣1.2萬一平米 不停的往下跌 那麼我先買的 按銀行貸款價值始終是2萬一平米 但後面有人可能1萬就買下了 結果我要想賣 賣不了2萬了 就只能按1萬的價格賣 那這樣我就出現了負資產了 本來貸款買房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消費的低迷 在美國 巴西這些國家 消費都佔到了GDP的近7成 印度的消費都佔到了GDP的6成 而中國人口眾多 可是消費卻只佔到GDP的4成 貸款買房是其中一個原因吧 一發工資 一半都還了房貸了 剩下的僅夠基本生活開支 在很多人看來 房貸對消費的壓制也就這點了 但實際上 房貸對經濟的真正壓制遠不止如此 這也同樣是當局担不起房價嚴重下挫的後果 假如民眾激進買房 那麼市場上就會新增房貸 如果市場上新增的房貸比還本付息多 也就是說如果借債比還債多的話 那麼市場上就還是會有淨現金流 因為房貸上所創造的淨現金流 等於新增的房貸減去還本付息嘛 那麼這樣一來 多出來的淨現金流 就可以繼續去投資消費 也就能夠額外的拉動經濟的增長 哪怕民眾買房的勢頭 因為政策的調控有所下降了 但只要新增的房貸和還本付息基本持平的話 那麼市場上總歸就是有人借有人還 對經濟的壓制也不明顯 一旦這房價下挫嚴重 那麼民間新增購房的需求就會嚴重被打擊 那麼也就會造成新增的房貸會馬上減少 反之剩下大量的還本付息 就是有人還債 沒有人借債 整個社會的經濟就會由此進入還債的蕭條階段 截至2020年底 中國的個人住房貸款餘額超過34萬億元 如果房價下挫 新增貸款不夠 那麼還本付息就會在整個社會造成巨大的負現金流 這就會讓消費和投資能力同時間受到嚴重的壓制 而在債務經濟的還債期 又以房產的還債期最為長久 34萬億存量的房貸持續的還本付息 將會拖累經濟至少20年 這也就是為什麼房價要下跌的快或多了 對整個中國經濟的衝擊會不堪設想 講到這裡 從房地產經濟中牽扯的三方來看 地方政府 開發商 買房的民眾 房價都該是穩 而不是降 況且 這三方全部深負重債 而又都是依靠國有商業銀行一家來承托的 而國有商業銀行的東家就是中國政府了 實際上 對中共而言 抑制房價的上漲是最容易實現的目標了 無論是通過收緊信貸來抑制住房的需求 或是開放土地來增大住房的供應 都是能有效的壓低房價的 但是壓低房價不會是當局真正的市政目標 因為那樣雖然有利於民眾 但是不利於政府 從房市中吸血 更會造成風險 危害政權 所以當局密集調控房市應該是本著這樣一個原則 房價既不能顯著的上漲 這部分我們上期講了 更不能顯著的下跌 剛剛講了 而且房市還不能冷 那麼怎麼維持房價的穩呢 就從二手房市場入手了 如果能夠維持新房的價格兼挺 那就會有利於穩定房價的預期 穩定的預期就會減少二手房的房源供給 也又是減少二手房流入市場 那麼無論是通過市場還是行政手段 只要能夠減少二手房入市 就能夠更容易達到穩房價的效果 我們看看中共的政策是不是在這樣做 根據中國網財經的報導 2021年上半年 房地產市場調控密集 2月深圳發布二手房參考價機制 4月二線城市合肥二手房限購 西安二手房限售 5月成都正式發布了二手房參考價政策 我們可以預計 未來打壓二手房市場的力度會越來越強硬 同時 當局會繼續用大量資金維持一線城市的一手房市場 那些限制房價的政策都不會長久 因為房市不能冷 還得有人繼續借貸 繼續買房 如此換來的是爭取下了又一段時間的化解風險 以及表面穩定的房地產市場 無論是我們前面說的 為了維護宏觀經濟的繁榮 而以水和肥澆灌大房企 讓一大批中小房企自身致滅 還是現在出於緩解風險保證權的目的打擊二手房市場 密集調控市場的措施 都是在用問題解決問題 這都無異於飲鎮之客 這些問題的本身又帶有巨大的副作用 儘管能換取一時的危機化解 但這些副作用終究哪都不會去的 會全部累積下來 結果就是越積越多 問題也越積越大 房市的危機其實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一個很好的映射 房市中存有巨大的債務 整個中國經濟的規模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節目中說過 習近平上任的這幾年 印的鈔數量 超過中國62年的總印鈔數 政府長期超發貨幣 加上債務擴張來打快犬 一味的尋求經濟的高速發展 表面上看著光鮮亮麗 但實際上卻相當於一直在飲鎮止客 我們通過分析央行18年的數據 可以看出當年中國實體經濟貸款的利息支出 高達14.4萬億元 而當年GDP增量只有9.3萬億 也有說18年 中國經濟所產生的財富的增加值 還不夠支付實體經濟所背負債務的利息 這種借錢明顯超過了償還能力 而且只能用借新債還舊債的模式 這種模式還不是龐氏騙局嗎? 而在這個龐氏騙局中 房地產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一環 我們都知道政府這些年來一直超映貨幣 如果這麼多的錢流向市場 勢必就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那可不行 那這些錢該去哪呢? 有種觀點認為 把錢當成水的話 土地房產一定是最大的蓄水池 能夠將央行發行的巨額貨幣吸收進去 以避免物價大漲 另一個扮演蓄水池作用的就是股市了 這也就是如果國家超額印錢 那麼就要保證要麼是股市 要麼是房市得景氣 因為如果這兩大蓄水池都不景氣的話 那麼大量的貨幣就會流向其他領域 就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物價飛漲 那麼就會直奔委內瑞拉政變前 命不聊生 惡票變野的景象 所以歷史上每逢股市上揚 樓市就會下挫 股市下挫 樓市就一定會上揚 正是這兩股市裡呈現著輪番交替之勢 承載著對沖貨幣通脹的使命 而在樓市也好 股市也好 一直以來 大部分的財富和風險都在悄然發生著大挪移 這兩個蓄水池也在同時承擔著 揮灑鐮刀割韭菜的職責 民眾是怎樣在股市和樓市中被割韭菜而不自知的呢 中國經濟內部財富大挪移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下期我們來講 講到最後 習近平對於未來中國經濟的夢想 我們也總算快要看清了 所以一定要記得訂閱哦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總結一下我們今天講的 恆大如今爆出來的危機其實早已埋藏已深 幾年前 中國政府開始對房市進行密集調控 這就是一輪又一輪關乎千萬房企生死存亡的殘酷的洗牌 在這個過程中 無數中小型的房企被無情的拍死在了沙灘上 而恆大憑藉著龐大的身軀留了下來 但是當局的管控從來都不是以降低房價為目的 而是為了化解危機 給房產泡沫放放棄而已 所以存活下來的大房企就和政府一拍即合 政府繼續給予他們更多的水和肥料讓他們越漲越大 同時讓中國宏觀經濟的面貌也越發繁榮 但是大樹底下則會寸草不深 而當局不降房價為了猛充經濟 延續強勁經濟面貌的做法只能夠是治標不治本 使用問題去解決問題的做法 但直至現在 多米諾骨牌已經逼近謹慎的大企業了 危機不得不去面對和解決了 而大房企的危機直接又和房價綁定 未來中國房價何去何從 政府的調控又是什麼原則呢? 我們從地方政府、開發商、買房投資者三個方面來分析 房價可能會短期在三、四線城市下跌 但是在一、二線城市長期來看不會下跌 當局對房市的要求應該是不能夠大漲、更不能大跌 要穩 而且還不能冷 走乾絲 晚平衡 畢竟未來政府對二手房市場的打壓會更嚴重 樓市會下挫 民間的資產很有可能會倒向股市了 房市和股市作為兩個蓄水池 是怎樣幫助中共悄無聲息的割韭菜的呢? 就是我們下期的內容了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吧 別忘了給我點贊哦 感謝您觀看今天的真觀點 我是真飛 我們很快又再會了 我們會不會有錢 Safari裝